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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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好 第一个方程不是二元一次方程 因为它含位置数 x的向的次数为2不符合定义 第二个是 因为它含有两个位置数 且含有位置数的向的次数都是1 第三个不是 因为它含有三个位置数 第四个不是 因为含位置数y的向的次数不为1 所以不是 第五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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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含有位置数的向xy的次数为2 所以也不是二元一次方程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的概念 请大家完成立一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由于方程是关于xy的二元一次方程 所以xy是位置数 所以含有x或y的向的次数应为1 因此m加2应该等于1 所以m等于-1 n-1应该等于1 所以n应该等于2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请大家模仿立一 完成下面一个巩固练习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因为同样是关于xy的二元一次方程 所以第一项mxy的次数为2 所以此项应该没有 所以m等于0 含y的向的次数 应该是1 所以n加5等于1 所以n等于-4 引力中的问题包含了两个 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 也就是位置数xy 必须同时满足方程 x加y等于10和2x加y等于16 把两个方程合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方程组 请观察这个方程组含有几个位置数 含有位置数的像的次数是多少 像这样有两个位置数 含有每个位置数的像的次数都是1 并且一共有两个方程 像这样的方程组 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请大家依据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概念 判断下列方程组中哪些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好 第一个方程组不是 因为它含有三个位置数 第二个方程组是 因为它含有两个位置数 且含有每个位置数的像的次数都是1 同理 三也是 第四个方程组不是 因为在第二个方程中含位置数X的像的次数不是1 所以第四个不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因此 第二应该选择2和3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引力中满足方程X加Y等于10 且符合问题的实际意义的值有哪些呢 把它们填入表中 因为XY为胜负常数 所以取值应该是0到10之间的非负整数 由表可知 X等于0 Y等于10 或X等于1 Y等于9等等 都是使方程X加Y等于10 两边的值相等 它们都是方程的解 类比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的概念 我们得到二元一次方程的解的概念 使二元一次方程两边的值相等的两个位置数的值 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请思考 在不考虑方程需满足的实际意义的条件下 此方程还有哪些解 它们是有限的吗 还有X等于-1 Y等于11 X等于0.5 Y等于9.5等等 显然是无穷多个解的 注意 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 不是指一个未知数的值 而是一对数值 记做X等于A Y等于B 二元一次方程有无数多个解 请大家根据二元一次方程的解的概念 完成下面的解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由于X等于1 Y等于2是方程的解 所以把X等于1 Y等于2 代入方程后 方程两边的值相等 即A-2等于3 因此A等于5 从前面表格中我们还发现 X等于6 Y等于4 即满足X加Y等于10 也是方程2X加Y等于16的解 即X等于6 Y等于4 是两个方程公共的解 一般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 两个方程的公共解 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那么引力中 问题的解是什么呢? 引力中 这个队伍在10场比赛中 胜6场 负4场 请大家依据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的概念 判断下列选项中 哪个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好 选项A X等于3 Y等于5 不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因为它不满足第二个方程 选项B X等于11 Y等于1 也不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因为它不满足第一个方程 选项C X等于9 Y等于-1 满足 两个方程 因此它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课堂小节 本节课 我们通过类比 归纳出了二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概念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消源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第一课诗 请大家阅读引力 引力 学校篮球赛中每一场都要分出胜负 每队胜一场得2分 负一场得1分 某队二三二场比赛中得到40分 那么这个队胜负场数分别为多少呢 你能根据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吗 设剩X场-Y场 根据提议可以得到X加Y等于22 2X加Y等于40 这个实际问题能列一元一次方程组求解吗 设剩X场则负22-X场 根据提议可得2X加22-X等于40 对比方程和方程组 你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们知道 方程组的两个方程中的Y都是这个对负的场数 具有相同的实际意义 因此可以由一个方程得到Y的表达形式 并把它带入另一个方程 从而把二元一次方程组 转化为一元一次方程 先求出一个未知数 再求另一个未知数 这种将未知数的个数由多划少 足以解决的思想 称之为消源思想 对于引力中二元一次方程组 你能给出求解的方法吗 由X加Y等于22 变形可以得到Y等于 22-X 将Y等于22-X 另一个方程 另一个方程中 用22-X 替代Y 消未知数Y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一元一次方程 2X加2 2X加22-X等于40 求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可以得到X等于18 请思考 能不能把Y等于22-X 代入到圆方程中呢 不能 因为代入圆方程Y加X等于22后 得到X加22-X等于22 这个横等式 所以只能代入到另一个方程中 求出X 现在我们得到了X的值 如何求Y的值呢 可以将X等于18 代入到以上三个方程中的任意一个 求得Y等于4 但 将X等于18 代入到变形后的方程Y等于22-X中 可以更简单的求得Y 那么引力中的问题的解是什么呢 引力中 这个队剩18厂 负4厂 这样的解题方法 把二元一次方程组中 一个方程的一个位置数 用含另一个位置数的式子表示出来 再代入另一个方程 实现消源 进而求得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这种解法叫做代入消源法 简称代入法 下面我们来看例一 用代入法解方程组 首先 请大家观察这个方程组 选用哪一个方程 进行变形更加简单呢 由于方程一中 xy的系数分别为1和-1 所以 用方程一进行变形更加简单 由方程一 我们可以得到 x等于y加3 把这个方程 命名为方程3 把方程3 代入方程2 可以得到 3倍的y加3 减8y等于14 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可以得到 y等于-1 把y等于-1 代入方程3中 可以得到 x等于2 所以 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x等于2 y等于-1 同学们 你听懂了吗 下面 请大家模仿李一 完成一道练习题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由于方程一中 t的系数为1 所以 选方程一变形 由方程一得 t等于5-3s 命名为方程3 将方程3 代入方程2 得 s 加2倍的 5-3s 等于15 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可以得到 s 等于-1 代入方程3 我们可以得到 t 等于8 所以 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s 等于-1 t等于8 下 下面 总结一下 用 代入校园法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步骤 首先 从方程组中 选取一个位置数 系数比较简单的方程 将这个方程中的一个位置数 例如y 用 x 的式子 表示出来 也就是 化成y 等于ax 加b 的形式 第二步 将y 等于ax 加b 带入方程组中的另一个方程中 消去y 得到 关于x的 一元一次方程 第三步 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求出 x的值 最后 把求得的x的值 代入方程y 等于ax 加b中 求出y的值 再写出方程组的解形式 同学们 你们掌握了这个方法吗 下面我们来看例二 检验一下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由于没有位置数的系数为1 或-1 所以 选位置数系数 比较简单的方程 进行变形 由方程1 得 x 等于三分之一倍的 16-4y 命名为方程3 将方程3 代入方程2 得到三分之五倍的16-4y的差 -6y 等于33 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得到 y等于1-2分之1 再入方程3 得到 x等于6 所以 这个方程组的解 是x等于6 y等于1-2分之1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练习题 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个方程组 思考是否有简便的方法求解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真正思考 好 由于2y与4y有两倍的关系 所以采取把2y整体代入的方式求解 比较简单 由方程1得 2y等于3x-5 并名为方程3 将方程3 代入方程2 得 3分之1x 加上2倍的3x-5等于9 解这个一元一次方程 我们可以得到 x等于3 将其代入方程3 得到2y等于4 y等于2 所以这个方程组的解 是x等于3 y等于2 这道题 我们用了整体代入的方法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请大家模仿上一个练习 完成思考题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通过观察两个方程 可以发现 2分之 x-3 与2倍的x-3 有4倍关系 所以 我们将x-3 看成整体 将其代入方程2中求解 较为简单 由 方程1 得 x-3 等于6y 命名为 方程3 将方程3 带入方程2 得2 2 x-3 等于5分之48 y-10 等于10分之11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小节 本节课 我们知道了 用 用带入修缘法解2 圆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路 是修缘 即 把2圆 画为1圆 画2圆一次方程组 为1圆一次方程 我们学会了 我们学会了 代入法解2圆一次方程组 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 消缘解2圆一次方程组 第二课是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希望能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一 复习巩固 代入消缘法解2圆一次方程组 二 会用加减消缘法解简单的2圆一次方程组 三 理解解2圆一次方程组的思路是 消缘 体会画归思想 首先 请你用代入消缘法 求这个2圆一次方程组的解 请按下暂停键 认真计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用代入消缘法解2圆一次方程组的一般步骤是 先将一个2圆一次方程 变形成用一个未知数 表示另外一个未知数的形式 再代入另外一个2圆一次方程 通过代入消缘得到一个1圆一次方程 通过代入消缘得到一个1圆一次方程 Y的系数有什么关系 显然是相等的 你能利用这种关系 发现新的消缘方法吗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用2式-1式 可以消去未知数Y 化为1圆一次方程 对于等式2X加Y等于16 等式的左边减去一个多项式X加Y 等号的右边减去一个 与这个多项式相等的值10 这样变形成立的依据是利用了等式的性质1 等式的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一个相等的数或式子 等式仍然成立 用这种方法解2圆一次方程的参考格式是 2式-1式消去未知数Y 可以得到2X-X等于16-10 X等于6 把X等于6 代入1式 得Y等于10-6等于4 所以这个方程组的解是 X等于6 Y等于4 事实上 用1式-2式也能消去未知数Y 得到2圆一次方程组的解 对于等式X加Y等于10 等式的左边减去一个多项式2X加Y 等式的右边减去一个 与这个多项式相等的数16 等式仍然成立 用这种方法的参考格式可以是 1式-2式消去未知数Y 直接写为X-2X等于10-16 两侧化减得到-X等于-6 X等于6 这个过程 比刚刚用2式-1式的过程 多了一步-X等于-6 但这丝毫不影响 2圆一次方程组的正确答案 再来看看这个2圆一次方程组 你还能用两式相减求解未知数的值吗 显然是不可行的 因为方程中并未出现细数相等的未知数 此题中未知数的细数有什么新的关系 你能想到什么办法消源 不难发现 方程中未知数Y的细数互为相反数 容易想到 如果将1式与2式相加 等式仍然成立 即可消去未知数Y 得到关于X的一元一次方程 请你按下暂停键 尝试用这种办法计算 请你将自己的过程与参考格式比对 注意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务必答题 即必须要写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X等于0.6Y等于0.1 回顾刚刚的两个小题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纵一纵二元一次方程 当二元一次方程组中的二元一次方程中 同一未知数的系数相反或相等时 把这两个方程的两边分别相加或相减 就能消去这个未知数 得到一个一元一次方程 这种方法叫做加减消源法 简称加减法 那么两个方程加减后 能够实现消源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答案是两个二元一次方程中 同一位之数的系数相反或相等 两个方程加减后 能够实现消源的依据是什么 答案是等式的性质一 即等式两边同时加上 或减去一个相等的数或式子 等式仍然成立 再来看看这道题目 请你用加减消源法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先来观察这个方程组 思考直接加减是否可行 答案是不可行 方程中并未出现系数相等 或相反的未知数 那怎样实现 那怎样实现方程组中存在系数相同或相反的未知数 进而使用加减消源法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答案是 答案是在方程两边乘适当的数 变形成同一未知数在两个方程中的系数相反或相等 以用加减法 消去未知数外为例 观察方程组 观察方程组中未知数外的系数 4和6 不难想到它们的最小公倍数12 将等式1的两侧同时乘以3 等式2的两侧同时乘以2 根据等式的性质2 等式两边同时乘以一个数 或除以一个不为0的数 等式仍然成立 通过这种变形 将未知数外的系数 统一成了互为相反数 用这种方法 消去方程组中未知数外的参考格式可以为 解将1式乘以3得9x加12y等于48 计为3式 将2式乘以2得10x-12y等于66 计为4式 3式与4式组成的新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就是圆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可以将3式与4式相加 消去未知数外 化为关于x的一元一次方程 求解这个方程得x等于6 再将x等于6 带入1234任意一个式子中 可以算得y的值 比如把x等于6 带入1式得3乘6加4y等于16 y的值为负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方程组的解是x等于6 y等于负二分之一 掌握了这个方法 我们再来想一想 如何用加减消源法 消去x 进而求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尝试用新的方法计算这道题目 想用加减消源法 消去方程组中未知数x 先要将未知数x的系数变形 观察系数3和5 不难想到它们的最小公倍数15 只需将1式乘以5 得到15x加20y等于80 即为3式 将2式两侧同时乘以3 得到15x减18y等于99 即为4式 这样只需要求解3式与4式的方程组的解 即可求圆2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想要消去x 可以相减3式减4式 得到关于y的一元一次方程 进而求解y的值为负二分之一 再带入方程组中任意一个等式 比如带入1式 可以得到x的值为6 这就是我们的加减消源法 那么加减消源法与带入消源法 有什么共同点呢 虽然这两种方法 不同之处仅仅是具体方法的差异 而把二元通过消源 化归为一元 这一消源的思想不变 今后同学们在研究一个新的数学问题时 可以像这节课一样 将稍复杂的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稍简单的问题 将难解的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容易求解的问题 将未解决的问题通过变换转化为已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解决数学问题常用的化归思想 今天的学习任务就到这里 作业是教科书习题8.2 第三题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 消源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三课是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希望达到的教学目标是 一复习巩固带入消源法和加减消源法 选取较简单的方法求解方程 二学会将复杂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化为标准形式求解 三能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其他的数学问题 观察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你能想到多少种办法求解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呢 按下暂停键想一想 选择其中一个办法求解 如果你使用带入消源法 你可以将一式变形成 用位置数Y表示位置数X 在带入第二个等式替换X的位置 通过消源得到一个关于Y的一元一次方程进行求解 你还可以将一式变形成 用位置数X表示位置数Y的形式 在带入第二个等式中替换Y的位置 通过消源得到一个关于X的一元一次方程进行求解 带入消源法还有第三种办法 我们称其为整体带入法 观察第二个等式2X加4Y可以表示为2X加2Y再加2Y 因此我们可以将一式左右两侧同时乘以2 得到2X加2Y等于70 在整体带入第二个等式2X加2Y再加2Y等于94中 这样得到一个关于Y的一元一次方程 70加2Y等于94进行求解 我们还可以使用加减消源法 将一式两侧同时乘以4与二式相减 得到一个关于X的一元一次方程 还可以将一式左右两侧同时乘以2 与一式与二式相减 消去未知数X得到关于Y的一元一次方程 不论你使用哪种方法求解 得到的答案都是X等于23Y等于12 回顾提供的五种方法 我们观察哪一种方法更简单呢 这五种方法得到的一元一次方程中 使用整体带入法得到的一元一次方程 70加2Y等于94 相较于其他来说都较为简单好算 因此我们在这道题更倾向于使用整体带入法求解 练习选取适当的方法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请你按下暂停键尝试做一做 在公布答案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怎样选取方法 才能称得上是适当呢 当方程组中有一个未知数的系数是1或负1时 我们倾向于使用带入校园法 当方程组中某个未知数的系数相同或互为相反数 我们倾向选择使用加减校园法 因此第一个方程我们优先使用带入法 第二个方程我们优先使用加减法 请你将你的过程与我的过程进行比对 看一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例题求解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观察这个方程组 它比我们之前见到的较复杂了些 问题出在哪呢 回想我们以前见到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它们都是等号左边是指含有未知数的相 等号右边是只有一个数的常数相 这种形式我们称其为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标准形式 之前使用削原法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都是在标准形式下进行的 现在我们题目中等号的右侧出现了未知数n 显然它并不符合标准形式 如果想继续使用削原法求解方程组 我们可以先将方程进行变形 对于第一个等式 我们可以先将两侧的括号去掉 再通过一项合并同类项 得到第一个等式的标准形式 4m-n等于5 对于方程组中的第二个等式 虽然它已经符合了等号左边 是指含有未知数的像 等号右边是只有一个数的常数像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整数系数的未知数 因此我们可以将方程的左右两侧 同时乘以分母的最小公倍数6 通过变形得到3m加2n等于12 达到使未知数的系数为整数的效果 这样新得到的方程组 4m-n等于5 3m加2n等于12 这个方程组的解就是原方程组的解 将这种较复杂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通过变形得到标准形式进行求解的参考格式 可以为解原方程组可画为4m-n等于5即为1式 3m加2n等于12即为2式 再将2乘以1式再加上2式得到m等于2 代入1式得m等于3 原方程组的解是m等于2 n等于3 回顾这道题给我们的启发 我们可以加深记忆 解较复杂的二元一次方程组时 一般先要画简方程为标准形式 且系数多画为整数 然后再进行求解 练习 求解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观察方程组 再尝试做一做 我们要先将方程组画简 对于第一个等式 观察分母3、4、12 考虑两侧同时乘以12进行画简 对于第二个方程 观察分母6、2、3 考虑等号两边同时乘以6进行画简 用这种方法的参考格式为 简 圆方程组可画简为 8U加9V等于17 即为1式 U-3V等于-2 即为2式 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使用 加减销原法进行求解 将2式乘以3 再与1式相加 消去位置数V 得到一个关于U的一元一次方程 得到U的值为1 在代入2式中 求得V的值是1 所以这个方程组的解释 U等于1 V等于1 掌握了这些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之后 我们再来尝试求解其他的数学问题 请你阅读立体2 按下暂停键 按下暂停键 尝试做一做 根据以往的学习经验 我们知道 绝对值数与平方数 均为非负数 两个非负数相加为0 只可能每一项都为0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提议 列二元一次方程组 x加y-2等于0 2x-3y加5等于0 先将方程组调整为 左边只含有 费之数 右边只含有 常数项的标准形式 然后再考虑使用 加减销原法求解 这样优先求得 y的值为9分之5 还可以继续求解 位置数x的值 再代入x加5y中 求得这个多项式的值为 5分之46 有的同学会说 对于这道题目 可以不求x的值 就能直接求得 x加5y的值 想一想 这种方法怎么做呢 想要不求位置数x的值 能直接求得 x加5y的值 就要先观察 x加5y可以表示为 x加y再加上4y 而刚刚我们已经整理得到了 1是x加y等于2 将1是整体代入 x加y再加4y中 就可以直接求得 x加5y的值为 5分之46 这种整体代入的方法 相较刚才直接求出 x值和y值 纷纷带入x加5y的方法 也稍稍的简单了一些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我们熟练的掌握了 用适当的方法 解各种形式的 二元一次方程组 今后 见到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题目 我们要先检查 方程是否需要变形成 标准形式 或较为简单的形式 进行求解 在求解的过程中 适当的使用整体代入法 可以让过程变得更为简单 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作业是习题8.2第5题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实际问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一课时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 能够找出实际问题中的已知和未知 分析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列出方程组 会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实际问题 并能归纳出 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步骤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路 和基本方法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路 就是消源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基本方法有 加减消源法和代入消源法 那么怎样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实际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之前所学习过的 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 第一步是审 也就是审题 审经题目中的已知和未知 找到等量关系 第二步是设 也就是设未知数 用字母表示题目中的一个未知数 一般情况下 问什么设什么 也就是直接设未知数方法 当然还有间接设未知数的方法 设辅助未知数的方法 第三步是列 也就是列方程 根据所设未知数 和找到的等量关系列方程 第四步是解 也就是解方程 求出未知数的值 第五步是答案 检验所求解 写出答案 那么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实际问题 是不是也可以按照 这样的步骤进行呢 我们来一起谈究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养牛厂原有30头大牛和15头小牛 一天运用饲料675千克 一周后又够进12头大牛和5头小牛 这时一天运用饲料940千克 饲养员李大叔估计每头大牛一天运用饲料18到20千克 每头小牛一天运用饲料7到8千克 你认为李大叔的估计准确吗 好了 那有什么办法检验李大叔的估计是否准确呢 有同学想到了 说如果能够计算出每头大牛和小牛一天需用饲料的准确值 就可以检验了 非常好 那么现在请同学们思考一下问题 结合提应中的条件 你来想一想 在这个问题当中 有几个位置数 你准备设哪几个位置数 你能在问题中 把表示等量关系的引据找到 并等式表示出来吗 能根据上面的等量关系 列出方程和方程组吗 请按下三停键认真思考 好 第一个问题呢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回答 也就是我要计算出 一头大牛和一头小牛 每天实际需要的饲料量 就可以检验李大叔的估计是否准确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当中 有几个位置数 准备设哪几个位置数呢 也是很显然的 我们可以设平均每头大牛 一天约用饲料 X千克 每头小牛 一天约用饲料 Y千克 好 第三个问题 问题中表示等量关系的语句 你找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句 原有30头大牛和15头小牛 一天约用饲料 675千克 第二句 又够近12头大牛和5头小牛 一天约用饲料 一天约用饲料 940千克 好 我们整理一下 也就是30头大牛和15头小牛 一天约用饲料 一天约用饲料675千克 好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找到的等量关系 和我们设计则 一天需用饲料940千克 就可以用42X加20Y等于940来表示 这个时候有同学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我们刚才得到的第二个等量关系 可不可以理解为12头大牛和5头小牛 一天约用的饲料数为940减去675千克呢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列出这样一个方程 那就是12X加5Y等于940减去675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 好到现在呢 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 我们都得到了关于XY的两个方程 也就是得到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既然我们解这个方程组 就可以得到XY的值 也就是每头大牛和每头小牛一天需用饲料的准确数 然后就可以对于李大叔的估计做一个检验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写一下整个完整的过程 解设平均每头大牛和每头小牛一天各约用饲料 X千克和Y千克 列方程组 解这个方程组得 X4等于20 Y等于5 相信大家对于解方程的过程已经非常熟悉 所以老师在此就不再做追溯 那由此我们就知道了 每头大牛一天运用饲料20千克 每头小牛一天需饲料5000克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李大叔的估计 李大叔估计每头大牛需用饲料18到20千克 每头小牛一天需用饲料7到8千克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李大叔对于大牛食量的估计呢 是比较准确的 而对于小牛的食量估计是偏高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 好 接下来呢 李大叔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随着养牛厂规模逐渐扩大 李大叔需聘请饲养员协助管理 现有的42头大牛和20头小牛 先设立了AB两种岗位 已知A种岗位的饲养员 每人负责8头大牛和4头小牛 B种岗位的饲养员 每人负责5头大牛和2头小牛 请问李大叔应聘请AB两种岗位的饲养员 各多少人呢 请按下暂停键认真思考 好 按照我们之前问题分析的思路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已知和未知分别是什么 很显然 已知是42头大牛和20头小牛 然后呢 有AB两种岗位的饲养员来进行管理 A种岗位的饲养员 每人负责8头大牛和4头小牛 B种岗位的饲养员每人负责5头大牛和2头小牛 那么这里面的等量关系是什么呢 也就是AB两种岗位上的饲养员 共同来管理这42头大牛和20头小牛 未知的是什么呢 是AB两种岗位的饲养员各多少人 所以这里面未知数也就很显然了 我们可以设应聘请A种岗位饲养员X人 B种岗位饲养员外人 那么A种岗位的X个饲养员 他们可以管理8X头大牛和4X头小牛 B种岗位的外人可以管理5外头大牛和2外头小牛 那么根据我们的已知 共有42头大牛和20头小牛 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两个等式 也就是两个二元一次方程 从而我们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就得到了 好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题的完整过程书写一遍 解 设理大叔应聘请A种岗位饲养员X人 B种岗位饲养员外人 则有8X加5Y等于42 4X加2Y等于20 解得RX等于4 Y等于2 那这块呢解方程的过程 老师不再追溯 相信大家都能够很容易的解出来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 我会发现这个解呢很显然是符合时机意义的 但同时呢 也请大家把这个解带回到原方程组 检验一下我们得的解是否是正确的 好了那这个解呢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可以答题 答李大叔应聘请A种岗位饲养员X人 B种岗位饲养员X人 好那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了两个实际问题 那么你能梳理一下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吗 请按下暂停键认真思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 第一步审题 弄清提议 也就是搞清楚题目当中的已知和未知 以及题目中的等量关系 第二步设元 用字母表示题目中的未知数 第三步列方程 根据两个等量关系列出方程组 第四步解方程组 利用代入校园法或加减校园法解出未知数的值 第五步检验并答 检验所求的解是否符合实际意义 然后作答 你都填对了吗 那么所有这些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简记为 审 舍 列 解 验 答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三个课堂练习来进一步体会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这是一道我国古代问题 有大小两种乘9的桶 以至五个大桶加上一个小桶可以乘9三壶 壶是古代的一种容量单位 一个大桶加上五个小桶可以乘9两壶 问题是一个大桶一个小桶分别可以乘9多少壶 下面请同学们思考以下问题 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请按下暂停键认真思考 好 这个问题的解决呢 并不困难 相信大家都已经完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两个等量关系 也就是五个大桶加上一个小桶可以乘9三壶 一个大桶加上五个小桶可以乘9两壶 所以这块呢 我们说一个大桶可以乘9ix壶 一个小桶可以乘9y壶 根据提议就很容易得到这样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也就是五x加y等于三 x加五y等于二 解这个方程组 可以得到x等于二十四分之十三 y等于二十四分之七 显然是符合时机意义的 那这块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及时把所得的解带回到方程组中去检验 是否正确 那这块呢 我们的解呢 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答题 答一个大桶可以乘9 二十四分之十三壶 一个小桶可以乘9 二十四分之七壶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二道题 某高校共有五个大餐厅和两个小餐厅 经过测试 同时开放一个大餐厅和两个小餐厅 可共1680名学生就餐 同时开放两个大餐厅和一个小餐厅 可共2280名学生就餐 第一个问题是 求一个大餐厅和一个小餐厅 分别可共多少名学生就餐 第二个问题是 若七个餐厅同时开放 请估计一下能否供应全校的 5300名学生就餐 并说明理由 请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好 这些问题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题的两问之间是有关系的 解决了第一问 我们就能知道 一个大餐厅和一个小餐厅 分别可共多少名学生就餐 既然也就能知道了学校的五个大餐厅和两个小餐厅 可同时共多少人就餐 也就可以估计是否能够容纳5300人同时就餐了 所以从第一问的解决开始 那么在第一问的解决的时候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题目中的两个等量关系 一个是同时开放一个大餐厅和两个小餐厅 可以共1680名学生就餐 第二个呢是同时开放两个大餐厅和一个小餐厅 可共2280名学生就餐 所以这块我们设一个大餐厅和一个小餐厅 可分别共X名外名学生就餐 很容易得到这样的方程组 也就是X加2Y等于1680 2X加Y等于2280 解得X等于960 Y等于360 那这块呢还是希望同学们要及时检验 所得的解是否正确 那么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一个大餐厅可共960名学生就餐 一个小餐厅可共360名学生就餐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根据我之前的分析 第二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7个餐厅同时开放 那么可以共5乘以960 加上2乘以360 等于5520人用餐 而5520是大于5300的 所以呢 如果7个餐厅同时开放 是可以供应全校的5300名学生 同时就餐的 那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题 某商店的账目记录显示 某天卖出39只牙刷和21盒牙膏 收入396元 另一天 以同样的价格 卖出同样的52只牙刷和28盒牙膏 收入518元 这个记录是否有误 如果有误 请说明理由 那这个问题的问法非常特别 那同学们要想一想 怎么去检验 这个记录是否有误 那么如果有误 你能说明理由吗 请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 好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那这块呢 老师提醒大家注意 这样一些关键的词语 以同样的价格 卖出同样的52只牙刷和28盒牙膏 那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在这两天当中 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呢 是保持不变的 既然价格保持不变 我这块呢 就可以设牙刷的价格为X元 牙膏的价格为Y元 结合题当中这两个等量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关于XY的二元一四方程组 先让去求解这个方程组 就可以了 但是这块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方程组 一定是有解的吗 有解说明什么问题 没有解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来判断账目 是否合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请按下暂停键 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好 对于刚才的问题呢 可能有的同学已经有了答案 有的同学呢 还不太清楚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先呢 一起来写一写这个题的过程 看看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解 硕每质牙刷X元 每合牙膏Y元 根据提议得 39X加21Y等于396 52X加28Y等于518 西心的同学发现 这个方程组的係数偏大 所以为了求解方便呢 我们可以先对方程组 轻轻化解 得到13X加7Y等于132 13X加7Y等于129加5 那到这儿呢 同学们发现了 上下两个方程 左边是一样的 而右边的数却不一样 那说明什么问题 非常好 说明此方程组误解 那么此方程组误解 对于此题 又意味着什么呢 方程组误解的意思就是 没有一组XY能够使得 上下两个方程同时成立 那么翻译到此题当中 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一组 牙刷和牙膏的价格 能够同时使得 这两天的收入记录 都是正确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两天的牙刷和牙膏的价格 是不同的 那么既然是不同 就和题目当中所描述的 同样的价格是矛盾了 所以说明记录是有错误的 好 最后我们再来小结一下 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本过程 从实际问题出发 我们要分析实际问题当中的 已知和未知 还有等样关系 通过设未知数列方程 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也就是二元一次方程组 然后通过代入消源或加减消源的方法 解方程组 得到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也就是得到了数学问题的解 进而结合双检验 得到实际问题的答案 整个过程是从实际问题出发 到数学问题 到数学问题的解 进而得到实际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本过程 好 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 实际问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的第二课时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希望达到以下的学习目标 一 掌握列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实际问题的步骤 二 通过解决开放性问题 体会多角度思考问题 三 探究较难的实际问题 提升分析等量关系 列方程和解方程组的能力 根据上一节课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列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实际问题有哪些步骤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回顾两分钟后继续学习 有这样一些基本步骤 有这样一些基本步骤 分别人 分别用一个字来表示 就是审 设 列 解 验 答 我们 我们 根据刚才回顾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 来看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据统计资料 假以两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 1比2 先要把一块长200米 宽100米的长方形土地 分成两块小长方形土地 分别种植这两种作物 怎样划分这块土地 是假以两种作物的总产量的比 是3比4 解决因应问题的第一步是审题 我们来看这样一些问题 是不是能够理解清楚 第一 假以两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比 是1比2 这是什么意思 假以两种作物的总产量的比 是3比4 又是什么意思 题目中 哪些是已知的条件 哪些是未知的条件 可以用变量来表示 如何用这些已知的和未知的来表示 题目中的相当关系 请按下暂停键 三分钟后继续学习 好 同学们对于这个问题审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中 涉及到三个变量 第一 第一 总产量 第二 单位产量 第三 假以两种作物的面积 根据提议 我们可以利用总产量之比 为3比4 来列这个相当关系 但是这里面 假以两种作物的单位产出比为1比2 可是每个单位的产出是多少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设一个位置数 比如说用A来代替 这作为我们设位置数的一个环节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终他要问的那个内容是 如何划分 他希望得到的是两个长方形 原来也是个长方形 所以划分的界限 应该是直的 而且是平行于其中的一条边 大家看我们得到如图所示的一个方案 假以两种作物的种植区域 分别为图中所示的长方形 设其中一段为X米 也就是左边这个长方形 种植的是假种作物 另一段是Y米 那么右边的这个长方形 它的长是Y 宽呢 还是用100来代替 那它种植是一种作物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问题中的长度 产量的数量关系 来列出方程组 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步骤 列方程组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自己列出方程组 然后与我进行 然后与我进行校对 这个方程组其实不难念 因为首先X加Y等于200 第二个是总产量的关系 假的它的长方形的长是X 以的长方形是Y 那么它的产量应该是等于 假的面积应该是100X 再乘以单位的产出 我们用A来表示 就是100X乘以A 乙的它的面积是100乘以Y 它的单位产出的量应该是2A 那因为这里面体现了 假乙的单位面积产出比为1比2 所以这样一来呢 假是左边这个括号 比上右边这个括号 假乙的总产量之比等于3比4 从而就得到了一个 关于S和Y的这样一个方程组 那这里面的这个A 就是单位产出的这个量 A怎么办 其实在运算的过程中 通过约分可以去掉 下面呢 我们解这个方程组 得到X等于120 Y等于80 单位呢 是米 也就是说 大家看右边的这个图 假的种植面积 比乙的种植面积要多一些 它的比值是多少呢 120比80 应该是3比2 这样一个比值 那这样一来我们就解决了 第三个环节和解第四个环节 下面该 验证 那我们知道 根据这个题 X等于120 Y等于80 是符合要求的 好 下面我们进入了 答题这个环节 如何答题呢 我们来看 得到的变量的值 可以转化成实际问题中去 那就是过长方形土地的长边上 离一端120米处 做这条边的垂线 把这块土地分成两块长方形土地 较大一块土地 种甲种作物 较小一块土地 种乙种作物 好 这样呢 我们就运用 列方程组解实际问题 完整的这六步 来体验了一下 刚才这个实际问题的解决 但是这个问题 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解决方法并不止一种 请大家动手动脑 从多种角度去考虑它 有条件的同学呢 可以跟其他的同学进行合作探究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后继续学习 从方案一中 我们看出它希望得到的是两块长方形 那么分界线必须的是直的 而且平行一条边 刚才呢 我们是纵向平行 长方形的一条边 现在呢 我们可以横向平行长方形形的一条边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 我这右边这个图 得到第二种种植方案 甲乙两种作物的种植区域 分别为图中所示的长方形 其中一段为x米 种植这是甲种作物 另一段为y米 种植这是乙种作物 那这个位置数我们设完以后 下面进入的列方程组 这个环节 我们看这个环节也还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种植方案一已经 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做 还跟它可以类比的进行 一个是x加y的核是多少 这回呢 就不是200了 它应该是100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有了这个xy以后 这个位置数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体现 甲乙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 然后它的相等关系就用总产量 之比为3比4来体现 得到第二个方程 从而组成方程组 gx加y等100 200xa 注意这是假的 200是 这个长方形的一条边长 是200 宽呢是x 那这就是它的面积 a表示的是甲种作物的单位产出量为a 一种作物呢 它的单位产出量为2a 所以说一种作物呢 它的总产量是200乘以y 再乘以2a 然后比之为3比4 下面我们来进入第四个环节 解位置数xy 解数得到呢 x等于60 y等于40 下面的一个环节就该是验证了 我们由种植方案一已经知道 甲的面积和乙的面积之比呢 应该是一个3比2的关系 甲比乙多 我们看这里面 甲x是得60 乙的y是得40 也是3比2 应该是符合体义 所以我们进入了答题环节 答过长方形土地的短边上 离一端60米处 做这条边的垂线 把这块土地分为两块长方形土地 较大一块土地 种甲种作物 较小一块土地 种乙种作物 对于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如果我把其中的条件 做适当的改变 请大家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和探索 如果题目只是要求用直线划分 不限制土地分成什么形状 你能设计出别的分割方案吗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两分钟后继续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想到刚才 我们是平行与长方形的一条边 来进行划分的 得到的是两个长方形 那现在还有别的方法吗 题目的要求 分界线必须得是直的 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种划分方法 从长方形的一个顶点 出发的一条直线 将长方形分给为 左边是一个三角形 右边是T形 在三角形区域内 重置甲种作物 在T形内重置乙种作物 下面我们来进入 列方程组这个环节 好 首先第一个方程是 关于X和Y的和 还是等于200 第二个环节还是总产量之比 甲的产量是用三角形的面积 乘以单位产量 三角形的面积是底层高 除以二 单位产量是A 一种作物呢 单位产量是2A 它的面积呢是T形 上底是Y 下底是200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100除以二 好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解一下这个方程组 好 经过求解 大家会得到方程组的解为 负整数解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实际问题中的 XY应该不会是负数 那再深追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前面的两个 成功的解决方案中 我们发现甲种作物 和乙种作物的面积之比 是3比2 甲种作物的面积 应该比乙种作物的面积要大 因为我们的条件没有改变 所以说最终的结果 还是应该是这样 可是这个图中 大家会发现 甲种作物是一个三角形区域 它的面积不足整个区域的一半 而这个乙种作物是一个T形 它的面积多于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所以这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既然甲种作物的种植面积 比乙种作物种植面积大 我们不妨将刚才的探索做一个调整 让三角形区域种植的是乙种作物 而T形区域种植的是甲种作物 我们来尝试列方程组 第一个方程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程 甲种作物用的是T形的面积公式 单位产出量为A 一种作物是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单位产出量为2A 比值还是3比4 我们尝试解出结果为X等于40 Y等于160 可以检验出这种结果符合题目的要求 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解法 符合要求的 如果划分后区域形状不做限定的话 刚才我们就得到了区分后的两块 一块是直角T形 而另一块是直角三角形 那么之前的方案一和方案二 划分后是两块脚小的长方形 也是符合要求的 在所有的划分中 甲作物的种植面积和 以作物的种植面积之比 应该是3比2 只要符合面积之比 为3比2都是可以的 因此大家在探索的过程中 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案 我们以方案一和方案二 来做一些调整 来进行说明 供大家参考 我在这两块 原有黑色的划分线的基础上 又添加了两条红色的划分线 我们来看左边这一块 左边这一块红色的划分线 与黑色的划分线是相交的 红色的划分线 左边和右边都是七形 而红颜色的划分线和黑颜色的划分线 以及长方形的边 构成了两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这两块 直角三角形的面积相等的话 那么红颜色所划分出的两块直角七形的面积 仍然维持着三比二的关系 而且这两块直角三角形的面积 都可以变化 只要保持面积相等 那么这样的划分方式 都是符合要求的 因此呢 这样的划分会有无数多个 右边的这个图也是一样的 红颜色的划分线 与原先的横向的划分线是相交的 那么它们与长方形的边 确定的两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面积相等的话 那么红颜色的上边和下边的区域面积之比 仍然维持着三比二的关系 这样的红颜色的划分线也会有无数个条 那么大家随着进一步的探索会发现 如果说这个红颜色的划分线 经过原先的黑颜色划分线的终点的话 其实都是符合要求的 这个需要大家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 才能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小结一下本节课的知识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呢 使我们懂得了分析实际问题 必须了解问题的基本等量关系是什么 懂得问题要假设的位置数是什么 找出问题的等量关系 列出方针组来解决问题 其实还要注意的是 你解出来的这个解是不是符合提议 要解验之后再回到实际问题中去 体会一提多解 训练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 在整个解题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是在运用 列而然一次方程组解实际问题的步骤 来进行解题的 它包括一审 二摄 三列 四解 五验 六答 这样一个过程 请同学们利用教科书102页 第四到第七题 来巩固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好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跟我一起来学习 实际问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第三课时 学习目标 一 巩固列方程组解应用题的一般步骤 二 学会用列表的方式 分析问题中 蕴含的数量关系 并会列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探究三 如图 长青化工厂与AB两地 有公路铁路相连 这家工厂从AD购买一批 每吨1000元的原料运回工厂 制成每吨8000元的产品 运到B地 公路运价为 每吨每千米1.5元 铁路运价为 每吨每千米1.2元 这两次运输 共支出公路运费 15000元 铁路运费 97200元 这批产品的销售款比原料费与运输费的合多多少元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先试着做一做 此题你读懂了吗 题种所出现的各种量非常多 那每个量之间 那每个量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在图中 我放置了一辆车 车上载有了原料 那么它从AD出发 那也就是说 此时原料每吨1000元 那么它要经过铁路公路到达长青化工厂 接下来要制成每吨8000元的产品 再由铁路公路运输到BD 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而这时运输的公路费用是15000元 铁路费用是97200元 此题的问题是 销售款比原料费与运输费的合多多少元 好 这时请你再按下暂停键试着做一做 再来看一遍动画的直观演示 每吨1000元的原料 运到长青化工厂 制成每吨8000元的原料 再到达BD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支付铁路的费用和公路的费用 那我们已知的就是原料费是每吨1000元 产品费是每吨8000元 我们知道的是公路的运价为每吨每千米1.5元 请注意 有两处 知道的是铁路的运价是每吨每千米1.2元 请注意 也有两处 那么这两处的公路的长度是不相等的 一个是10千米 一个是20千米 两处的铁路运 铁路的长度也是不相等的 一处是120千米 另一处是110千米 请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 我们知道要支出公路运费 总共是15000元 铁路运费一共是97200元 题目中要求的是销售款 比原料费与运输费的合多多少元 请你再按一下暂停键 试着做一做 你发现了吗 两段的铁路长 我们都是知道的 公路的长度 我们也是知道的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了铁路的运价和公路的运价 但是他们的单位 都涉及到是每吨每千米多少元 那这样好了 我们知道了铁路的长度是120千米 那我是否就可以知道了 此时铁路运价其实为1.2乘以120元每吨 同意吗 那就把条件再进一步地化解了 是吧 那第二段的铁路是110千米 那铁路的运价就1.2乘以110元每吨 同理公路的运价分别为 1.5乘以10元每吨和1.5乘以20元每吨 看到了两个铁路运价 我就特别想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运价 可不可以 是的不可以 两个铁路运价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 第一个运价代表的是每吨原料 从AD到长青花工厂1.2乘以120元 第二部分的铁路运价代表是每吨产品 从长青花工厂到BD为1.2乘以110元 同样公路的运价也是不能够合并在一起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想知道铁路的运费到底多少元 我就会涉及到必须要知道原料很好多少吨 产品多少吨 公路的费用也就是必须知道原料的重量和产品的重量 那么题目中给出来了公路的总费用和铁路的总费用 这两部分也就是运输费对吧 那题目中说销售款到底是多少 这销售款是与谁有关系呢 很好是于产品 产品费是每吨8000元 那涉及到到底产品多少吨 知道了产品的重量自然知道了销售款 那同样原料费呢 那自然知道了原料的重量也就知道了原料费 而运输费我们刚刚说我们是知道的 因此这道题最好采取的就是间接设法 他们都需要知道原料为多少吨 产品为多少吨 因此我们设原料为S吨 产品为Y吨 那现在再请你按下暂停键试着做一做 现在跟我再进一步的分析这道题 为了把各个量再清晰化地表示出来 寻找相等关系 所以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把各个量列在表格中 题目中不就是涉及到原料多少吨 产品多少吨 铁路的运费 公物的运费 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吗 对吧 那现在我们填下表 我们知道原料是S吨时 铁路的运费 就可以计算得出是1.2乘以120X元 接下来 公路的运费为1.5乘以10X元 那原料是S吨 原料费是每吨1000元 所以它的价值就应该为1000X 同样 产品 它的铁路运费为1.2乘以110Y 公路运费为1.5乘以20Y 价值呢 产品是每吨8000元 所以它的价值是8000Y 这时我们可以计算得出 到底铁路的总运费是多少元 是1.2倍的120X加110Y 公路的总运费为1.5倍的10X加20Y 那么题目中恰好也知道了铁路的运费 也知道了公路的运费 因此我们这道题就很轻松地找到了 两个相等关系 列出来了2元1次方程组 好 现在我们整理一下这道题的过程 设原料为S吨 产品为Y吨 可以列出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相对比较麻烦 建议大家先进行化解 接下来我们可以得到 方程组的解为S等于400 Y等于300 做到这儿做完了吗 还记得原题要我们求的是什么吗 它让我们求的是销售款 比原料费与运输费的合多多少元 那我们必然要求出 到底销售款是多少 原料费是多少 对吧 所以我们继续要求出1000X等于多少 8000Y等于多少 接下来 要用销售款 销售款 差减掉原料费与运输费的合 所以等于 188万7800元 因此作答 好 这道题我们就解决了 探究三 看着比较复杂 但其实我们只要耐心 仔细地去分析题目中的每个量 我们最终通过列表 清晰化地表示出来 寻找到相当关系 是不是解决起来 是不是解决起来也是很轻松的啦 我们共同研究了探究三 现在需要你自己动手做一做 这道练习 看看你探究三是否学明白了 请按下暂停键 独立做一做 探究三 学明白之后 对制造题的解决 确实很轻松 题目类型 与探究三非常相似 并且比探究三还要善良 善良在哪里呢 它的问题问得非常直接 直接问你 够进原料多少吨 加工后销往BD的产品为多少吨 不需要我们间接的寻找得到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直接设法 设处构建 够进原料S吨 加工后销往BD的产品为Y吨 好 把各个量在表格中表示出来 请你快速地表示一下 然后跟我对下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请注意我们最后表示的总费用 这时你找到相等关系了吗 有了表格 这道题的相等关系 就非常容易找到了 所以我们会得到 30X加15Y等于750 150加100Y等于4000 解方程组得 S等于20Y等于10 达构进原料20吨 加工后销往BD的产品为10吨 到了本堂课的小节时间 对于本节课所解决的实际问题 我们发现 它的共同特点是题目中涉及的量较多 在我们逐步分析提议 明白提议之后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进行列表分析 这样的好处是便于我们去发现 等量关系 然后依据等量关系 就可以列出放成组球解了 今天的课后作业 为课后作业文档中的相应内容 好 同学们 再见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两个问题 1. 什么叫二元一次方程组 含有两个未知数 含未知数的像的次数都是1 并且一共有两个整式方程 像这样的方程组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第二个问题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方法 又拿几种 它们的实质是什么 基本方法是代入法和加减法 实质都是利用消缘法 来去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实际上我们是把二元一次方程组通过消缘 转换成一元一次方程 进而求得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有些有些含有两个位置数的问题 我们可以列出二元一次方程组来解决 实际上有不少问题含有更多位置数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问题 小明手头上有12张面额分别为一元二元五元的纸币 共计22元 其中一元纸币的数量是二元纸币数量的四倍 求一元二元五元纸币各多少张 那么我们自然的想法就是去设一元二元五元的纸币 分别为X张、Y张、Z张 那么根据提议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方程 X加Y加Z等于12 X加2Y加5Z等于22 X等于4Y 我们想要求得这个问题的解 就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方程 因此我们把这三个方程合在一起 用大括号括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方程呢 是含有三个位置数 并且这三个方程都是整式方程 因此我们可以类比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 得到三元一次方程组 含有三个位置数 每个方程中含位置数的像的次数都是1 并且一共有三个整式方程 像这样的方程组叫三元一次方程组 如何来解这个三元一次方程组呢 我们知道二元一次方程组 我们可以利用代入法或者是加减法 消去一个位置数 转化成一元一次方程求解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利用同样的思路 用代入法或加减法 消去三元一次方程组的一个位置数 把它转换成二元一次方程组呢 那么我们可以仿照前面所学过的方法 把三分别代入一二中可得 四外加外加Z等于12 四外加二外加5Z等于22 把它们组成方程组 可以得到五外加Z等于12 六外加5Z等于22 由四可得Z等于12减去5Y 把六式带入五式可得 六外加5倍的12减5Y等于22 去括号得到六外加60减25Y等于22 -19Y等于-38Y等于2 把Y等于2带入三六两式当中可得 X等于8Z等于2 因此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为 X等于8Y等于2Z等于2 答1元8张2元2张5元2张 通过这道题 你能总结一下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一般步骤吗? 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步骤一般为 1. 利用带入法或加减法 把方程中一个方程与另外两个方程分别组成两组 消去两组中的统一位之数 得到关于另外两个位之数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2. 解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求出两个位之数的值 3. 将求出的两个位之数的值 带入圆方程中的一个系数比较简单的方程 得到一个一元一次方程 4. 解一元一次方程 求出最后一个位之数的值 5. 将求得的位之数的值 用大括号合写在一起 通过刚才的总结 我们可以看出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思路是 通过带入或加减进行消源 把三元化为二元 使解三元一次方程组转化为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进而再转化为解一元一次方程 这与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思路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练习一 再熟练一下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步骤吧 x加y加z等于23 2x加y-z等于20 x-y等于1 请各位同学按下暂停键 做完之后我们一起来对答案 好 各位同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吧 解 在三个方程后面分别标上 123 由方程三可得 x等于y加1 把四分别带入 12得 2y加z等于22 3y-z等于18 由5-6组成二元一次方程组 进而解得 y等于8 z等于8 z等于6 把y等于8 带入四式 得 x等于8加1 等于9 所以 原方程组的解释 x等于9 y等于8 z等于6 如果想要检验自己所解得的方程组的解是否正确 那么我们可以带入题目当中所给的三元一次方程组去检验一下 各位同学 你都说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练习二 观察下列方程组的特点 如何消源最简单 为什么 练习二中一共有四个方程组 每看到一个方程组的时候 大家可以按下暂停键 思考一下 得到答案之后再继续往下观看 1 3x-y加z等于4 2x加3y-z等于12 x加y加z等于6 大家可以按下暂停键 思考之后再看答案 这个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我们可以进行两次消源 首先可以先消去系数比较简单的未知数z 2x加y等于1 y加z等于2 z加x等于3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思考之后再看答案 根据这个方程组的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 1加2加3 得到 x加y加z等于3 进而 进而再用 再用x加y加z等于3 这个方程分别去减去 1式 2式 3式 就可以求得 xyz的值 第3 第三个 第三个 x加y-z等于11 y加z-x等于5 z加x-y等于1 请同学按下暂停键 思考之后 再来看答案 根据这个方程组中 每两个方程都有两对互为相反数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两两相加求得未知数的值 4 x比y等于3比2 y比z等于5比4 x加y加z等于66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思考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由1、2可得 x比y比z等于15比10比8 设x等于15k y等于10k z等于8k 带入3式当中 从而求出k的值 进而得到x、y、z的值 这四道题 你跟我的思考是一样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道例题 在等式y等于ax方加bx加c中 当x等于-1时 y等于0 当x等于20 y等于3 当x等于50 y等于60 求A、B、C的值 请同学按下暂停键 做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对答案 我们可以把a、b、c 看作三个位置数 分别把已知的xy值 带入圆等式 就可以得到一个 三圆一次方程组 a、b、b、c等于0 4、a、2、b、c等于3 25、a、5、b、c等于60 2-1得a加b等于1 3-1得4a加b等于10 5-4得a等于3 把a等于3带入4得 b等于-2 把a等于3 b等于-2带入1得 c等于-5 因此 a等于3 b等于-2 c等于-5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你有什么收获? 1 含有三个位置数 每个方程中 含位置数的 像的次数都是1 并且一共有 三个整式方程 像这样的方程组 叫三圆一次方程组 2 解三圆一次方程组的 基本思想是消源 关键也是消源 我们一定要根据 方程组的特点 选准消源对象 定好消源方案 3 解完后 要带入 圆方程组的三个方程中 进行检验 今天我们的作业是 课后作业稳当的相应内容 各位同学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一起来学习 二元一次方程组 全章复习课 第一课时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章知识的前后顺序 本章我们由实际问题引入 得出了二元或三元一次方程组 了解了二元或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研究如何来解二元一次方程组及消源思想 有两种解法 代入消源法 加减消源法 最终 我们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知识 解决了实际问题 那么我们是如何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决实际问题的呢 那它的基本过程如下 对于实际问题 我们想得到它的答案 我们通过设位之数 列方程组 把实际问题转合成了数学问题 接下来只要解方程组 那么我们就把数学问题的解得到了 但是不要忘记检验 那这时我们就得到了实际问题的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专题一 二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 它的概念是 二元一次方程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整式方程 二方程中共含有两个位置数 三所有位置数项的次数都是一 不符合上述任何一个条件 都不叫二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在二元一次方程中 任意给出一个位置数的值 总能求出另一个位置数的 唯一确定的值 所以二元一次方程有无数个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典型例 第一 下连方程中是二元一次方程的事 请你快速的得出答案 好 依据二元一次方程的定义 答案应该选择B A选项 只有一个位置数 不符合定义 C选项 位置项 4S平方 它的次数是2 也不符合 D选项 3XY 它的位置项的次数是2 因此也不符合 好 我们继续 辨识 以之方程 X的2M-N-2次你 加4Y的M-N-1次你 等于6 是二元一次方程 求MN的值 你先来想一想 如何来做呢 好 依据二元一次方程的定义 不难分析 X的指数 2M-N-2 与Y的指数 M加N加1 都分别等于1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 关于MN的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可以得到答案 M等于1 N等于-1 好 集学集练 第一题 请判断下列各方程中 哪些是二元一次方程 哪些不是 请说明理由 先按下暂停键 独立做一做 与我对下答案吧 第一题 是 二元一次方程 第二题 不是 多了一个位置数 第三题呢 不是 位置向的次数 是2 第四题 不是 不仅位置向的次数 是2了 并且还缺失了 一个位置数 第五题 是 第六题呢 不是 因为位置向 4xy的次数 是2 你做对了吗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不要忘记 按下暂停键 如果判断 哪些值 是二元一次方程的解呢 我们只需要 把它们 带入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 左右两边 如果左边和右边相等 那么它就是 这个方程的解 逐一带入 发现 第一个 不是 第二个 是 第三个 不是 第四个 是 我们继续 第三题 以致 s等于3 y等于3 是方程 kx-y等于3的解 那么 k的值是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独立做一做 好 依据于 方程的解的概念 我们知道 s等于3 y等于3 是这个方程的解 那么 它就可以 带入到 kx-y等于3中 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 3k-3等于3 是关于k的方程 可以解得 k等于2 再来做一下 第四题 不要忘记 按下暂停键 好 共同分析一下 要求2元1次方 乘的 所有正整数解 那么 我们发现 y的系数 比较简单 是1 所以 我用 函x代数式 来表示y 这样 当x没取一个值时 y的值 就非常好算 同意吗 那所有的正整数解 就说明 x和y 都要是正整数 因此 我们这道题 首先 s等于1 开始取值 那么 y 就可以算出来 接下来 s等于2 s等于3 s等于4 是不是都会对应着 y的值呢 然后 s等于5 对吗 所以逐一带入 符合 sy都为正整数解 写的 应该只有 这四组 因此答案是 4d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专题2 二元一四方程组 二元一四方程组的概念是 二元一四方程组 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方程组中的两个方程 都是整式方程 第二个 方程组中 共含两个位置数 第三个 每个方程次数 都是一次的 解的概念 方程组中 两个二元一四方程的 公共解 一般情况下 二元一四方程组的解 是唯一的 那当然 也请你思考 二元一四方程组的解 还有什么情况呢 二元一四方程组的解法 主要的思想是 消源 有两种方法 代入消源法和 加减消源法 典型立体二 用代入消源法 解方程组 三减外等于七 五S加二外等于八 好 跟我共同来求解一下 第一步 先标号 接下来 我们发现 两个方程中 方程一的 Y的系数是 负一 比较简单 因此 我们就可以由 一得 Y等于三减七 命名为 方程三 接下来 把三代入二 就可以 得到 关于X的 一元一四方程 解这个一元四方程 可以得到 S等于二 当得到了 S等于二之后 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把S等于二 代入方程三 来求Y比较简单 所以Y等于负一 因此 二元一四方程组的解为 S等于二 Y等于负一 此解法的主要步骤是 第一步 我们采取的是 变形 是用含一个位置数的代数式 表示另一个位置数 第二步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 代入消源法 再来看一下典型立体三 加减消源法解方程组 15X-3Y等于12 7X加9Y等于68 限定用加减消源法 那么 我们首先第一步 就需要寻找的是 相同位置数的系数 是相同的 还是相反的 显然 这两个方程的 相同位置数的系数 既不相同 也不相反 这时 我们就需要进行的是 变形 那么想化成 相同还是相反 就要寻找的是 相同位置数 系数的 最小功倍数 哪一个最小功倍数 较小呢 S的最小功倍数 15乘以7 较大 Y的最小功倍数 是9 所以我们这道题 就可以变形 方程1 只要由 方程1 乘以3 那么就可以化为 45X-9Y等于36 方程3 方程3和 方程2 显然 Y的系数 是互为相反数的 只需要相加 就可以得到 52X等于104 解得S等于2 这样把S等于2 带入 方程1 就可以得到 Y等于6 所以 二元一四 方程组的解为 S等于2 Y等于6 那么 加减消员法的 主要步骤 第一步就是 变形 将一个或两个 方程变形 使某个 位置数 系数的 绝对值 相等 第二步 采取的就是 加减法 同意 位置数的 系数 相等 用减法 互为相反数 就用 加法 集许集练 第一题 下列是 二元四 方程组的 是 请你快速的 得出答案 好 A选项 S平方 不符合 B选项 两个位置数 都在了分母上 那它就不是 整式方程 D选项 SY的 次数是 2 所以 也不符合 答案是 C 好 做下第二题 请按 暂停键 这道题 可以采取 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 是 你已经学习了 如何来解 二元四方能组 那当然 我就可以 直接求解 同意吗 那么这道题 显然 带入法 比较简单 所以 我们就很 方便地 求出 此题的解 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 怎么办呢 既然判断 它是不是 这个方程组的解 那我当然 可以把 ABCD四个选项 分别来 带入 这个二元四方程组 但是 请你注意 每一个解 在带入的过程中 要同时 满足 两个方程 才能 是 这二元四方程组的解 因此 这道题 答案是C 请按暂停键 做一下第三题 好 跟我来核对一下答案 第一题 S等于4 Y等于1 第二题 相对复杂一点 首先第一步 需要把 圆方程组 画减 就可以得到 S等于3Y 减3 2S等于4 这时再求解 就简单多了 那得到 答案是 S等于3Y等于2 再看一下 点形立题4 解 方程组 15X加13Y等于44 13X加15Y等于68 你可以先来做一做 然后我们 再来共同分析 有同学采取了 代入法来做吗 你做出答案来了吗 显然比较复杂 那加紧法呢 一看变形之后的式子 我们大家就知道了 那数字也较大 不亚于代入法的复杂程度 所以这道题 显然用常规的方法 是不适合的 那有什么技巧呢 观察方程组中 发现方程1 X的系数是15 方程2中Y的系数是15 同样方程1中Y的系数是13 而方程2中S的系数是13 我们会发现 这时只需要把方程1和这个方程2 只需要相加 那我们得到了就是28X加28Y等于112 S的系数和Y的系数都是28 可以再进一步化解 它们是28的倍数 所以就可以得到S加Y等于4 这时的方程显然比方程1和方程2都简单了 那么我们把方程3 左右两边同乘13 得到了方程4 接下来让1和4做减法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关于S的方程S等于4 这样把S等于4代入方程3 得到Y等于8 我们就可以求解了 是不是比你常规的代入法或加减法简单得多呢 但既然方程1和方程2 我们相加系数是相同的 那你是否在进一步的思考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 因此我们有另一种解法 我们不仅1和2相加系数相同 那么我让1和2相减呢 我们会发现是2S-2Y等于-24 也就是S-Y等于-12 这样我们就可以由方程3和方程4组成的方程组 解出原方程组的解 是不是比较简单呢 你掌握了吗 那我们归纳总结一下 当2元1次方程组中的两个方程中 位置数的系数乘对称关系时 把两个方程相加或相减 就能得到这两个位置数的和或差 再通过加减消源得到1元1次方程 我们就可以去求解了 集学集练第一题 请先按下暂停键独立做一做 你做出来了吗 题中说S-2Y等于1是这个方程组的解 那当然就可以把它代入到这个方程组中 可以得到关于AB的方程组 接下来我们用代入法或加减法 来求出A和B 然后再代入A-B中 就可以求出这道题的值了 对吗 但是我们解这个方程组 我发现这方程组的A的系数 B的系数之间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发现了 是不是刚刚我们解的技巧 是成对称的关系呀 那这样的话 那这两个方程 我就可以直接相减 同意吗 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A-B等于4 是不是就更简单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仍然先按下暂停键独立做一做 题中说要解关于SY的方程组 那么它的解又满足A加Y等于-3 观察这个方程组 我们会发现S的系数和Y的系数 是不是恰好形成了也是对称关系 这样就不难发现 把两个方程直接相加 就可以构造出 4A加4Y等于2加2A 那么就含有了题中说的 A加Y等于-3 这样整体代入 那就可以得出A等于-7 再看第三题 也是关于SY的方程 请按暂停键继续来做一做 好 题中说关于SY的方程 那么这道题S和Y的系数 还是成对称关系吗 不是了 那怎么办呀 既然关于SY的方程 那说明K就要看成乙之数 那我的方式就可以把K看成乙之数 来进行解这个二云四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中 SY的解分别是用K来表示 这样题中说SY的合是12 翻译过来就是I加Y等于12 所以分别把S和Y用K表示的这个式子 分别代入到I加Y等于12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K的值为14 但同时你再来思考一下 那这道题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做呢 好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说这道题的第二种想法 到了本节课的小节时间 本节课我们都复习了哪些内容呢 我们复习了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 以及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消源思想来解代入消源法和加减消源法 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复习的是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以及实际问题与一次方程组 今天的课后作业为课后作业文档相应内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二元一次方程组全章复习课的第二课时 首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复习内容 在上节课中我们复习了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定义及解法 我们继续复习专题第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概念是满足以下三点的方程组为三元一次方程组 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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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第二点 所有方程中的位置项次数均为一 第三点 三个整式方程 解的概念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是方程组中三个一次方程的公共解 那么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基本字路是消元 如何消元 通法是三元一次方程组 消去一个位置数得到二元一次方程组 接下来再消去一个位置数得到一元一次方程 我们一起来做典型立体五 解方程组 S加Y加Z等于23 S-Y等于1 2S加Y-Z等于20 三个方程 我们发现方程2仅含有了位置数S和Y 那么我们就可以由1和3消去Z 再得到一个关于SY的方程 这样就可以与2连立成二元一次方程组了 那么就达到了消元的目的 也就能够求出此题 也就能够求出此题的解了 我们观察方程一和方程三Z的系数恰好故意相反数 因此可以1加3得 3X加2Y等于43 这样由2四连立得到方程组为S-Y等于1 3加2Y等于43 解得S等于9Y等于8 这样把S-Y等于8 代入方程1就可以得到Z的值 Z等于6 因此原方程组的解为S等于9Y等于8Z等于6 集学集练第一题 请按下暂停键 独立做一做 好 跟我和对下答案 题中说当S等于1时Y等于0 那就可以代入到等式的左右两边得到A-B加C等于0 当S等于20Y等于3 代入到等式左右两边得到4A加2B加C等于3 同理25A加5B加C等于60得到ABC的三元一四方程组 解这个三元一四方程组 消掉位置数C比较简单 所以2-1得A加B等于1得到方程4 接下来3-1可以得到4A加B等于10得到方程5 那么4和5就组成二元一四方程组 解这二元一四方程组得到A等于3 B等于-2 接下来把A等于3B等于-2 代入到方程1得到C等于-5 这样原方程组的解A等于3B等于-2 C等于-5也就是此题的解 请按三屏键 独立做一下第二题 做的时候是不是发现此题很熟悉 就是上集课中我们所做的练习的最后一道题 还记得当时的做法吗 当时说我们可以把此题的K看成乙之数 那么这个方程组的解其实就是S等于2K-6Y等于4-K S与Y的合是12翻译过来就是S加Y等于12 这样就可以把方程组的解代入S加Y等于12中得到关于K的方程 解出K的值为14 你想起来了吗 那么当时我们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题中说S与Y的合是12 那不难翻译就是S加Y等于12 那这样它与前面的两个方程就可以连立出三元一四方程组 同意吗 此题迟滞就是解三元一四方程组的问题 那这样这个问题你会解了吗 现在进入专题四的复习实际运用问题 请你思考 利用方程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步骤有哪些 有审 舍 找 列 解 验 答 而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 验 我这个验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既要保证的是你所求解的这个解符合你所列的方程 同时也要符合实际意义 但如果它不符合实际意义 就要写在题目的过程中 如果符合就可以在过程中不用体现 在上级课中我们已经复习了用二元或三元一四方程组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过程 那现在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一起来做典型立题六 建议同学们先按下暂停键进行独立审题 好 跟我共同来分析一下 题中给的这个表格你真的读懂了吗 他说第一次甲种货车是两辆 乙种货车是三辆 累计运货量是15.5吨 第二次甲种货车是五辆 乙种货车是六辆 累计运货量是35吨 那我就想问你 这累计运货量15.5吨和35吨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这表格中告诉你是怎样计算的吗 我们继续再来读题 现租用该公司三辆甲种货车及五辆移种货车 一次刚好运完这批货物 如果按每吨运费30元 问货主应支付运费多少元 那货主想要支付算这个运费 他知道了这个货物的每吨运费 是30元这个运费的单价 那他自然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是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三辆甲种货车 和五辆乙种货车累计的运货量 这样30乘以累计运货量 就是货主应支付的运费 那想求出累计的运货量 必然要知道什么呢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 题中始终围绕着 位置量就是谁呢 就是甲种货车 究竟每辆车能运多少吨 乙种货车 每辆车能运多少吨 同意吗 那如何来解决甲乙货车 每辆车能运多少吨呢 所以我们采取了间接设法 那这个表格 是不是就给了我相等关系了 所以我们设 甲种货车每辆运 S吨 乙种货车每辆运 Y吨 由表格我们得到的 二元一四方程组 2S加3Y等于15.5 5S加6Y等于35 解方程组S等于4 Y等于2.5 因此货主需要支付的运费为 735元 集学集练 请你按下暂停键 分析 路程是等于速度乘以时间的 那么顺逢速度是怎么求的呢 顺逢速度是等于飞机的速度 加上风速 低逢速度是等于飞机的速度 减去风速 所以这道题我们设 飞机的平均速度为 S千米每小时 风速为Y千米每小时 由提议得 5倍的I加Y等于1200 3分之10倍的I减Y等于1200 解得 S等于420 Y等于60 所以答 飞机的平均速度为 420千米每小时 风速为60千米每小时 你做对了吗 结合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的 两节课的复习内容 请你进行本章的 课堂自册 请按暂停键 好 跟我来核对下答案 第一题 选择D 第二题 K等于2 K等于2 第三题 Y等于2分之S减4 S等于2Y加4 第四题 请按暂停键 核对下答案 最终S等于2Y等于1 第五题 请按暂停键 核对答案 由提一得 3M加2N 减16 等于0 3M 减N 减1 等于0 解得 M 等于2 N 等于5 所以M 加N 等于7 第六题 请按下暂停键 好 这道题相对有一点难 所以呢 我带着大家分析一下 题中说 这两个方程组的解相同 那也就意味着 这四个方程的解 都是相同的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 题中已知的 2S加Y等于-2 与3A-Y等于12 连立在一起 先解出 它的公共解 也就是S2Y等于-6 这个公共解 其实 也是另外的 两个方程 A加BY等于-4 和BX加AY等于-4的解 同意吗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代入到 A加BY等于-4 和BX加AY等于-4中 得到关于AB的方程组 可以解出 AB的值 那最终 我们就可以求出 5A加B的平方的值 所以最终答案是36 你做对了吗 第七题 请按暂停键 这道题 你做出来了吗 我们可以设 取S枚一角硬币 外枚五角硬币 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 0.1S加0.5A 加15-X-Y等于7 化减 得到9S加5A 等于80 那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题中说 现有一角五角 一元硬币各10枚 那也就是说 X和Y 首先 它们是有个限定条件 它们必须要在 0到10之间 同意吗 所以 这道题就演变成的是 求2元一次方程的 整数解问题 而整数解 必须符合 0到10之间 因此这道题 得出S等于5Y等于7 15-X-Y等于3 因此 应取五枚一角 七枚五角 和三枚一元的硬币 第八题 请按暂停键 现在跟我核对答案 解 设甲乙的速度分别为S千米每小时和Y千米每小时 一提一可得 4X加4Y等于36 4Y-2S等于2倍的4S-2Y 解得 S等于4Y等于5 答甲乙的速度分别为4千米每小时和5千米每小时 以上的八道次测题 你做得怎么样 请注意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知识 我们虽然今天复习到这里 但是 在课下的练习量 你还需要再增加 课和作业为作业文档相应内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